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方面是介绍南宋灭亡以后 其他的一些移民资人 也就是说不是苏尼亚资人这个类别里边的 其他一些这个作家 那么第二段内容呢 是对南北宋的词做个比较和总结 那么我们首先我们来这个介绍一下 宋莫其他的移民资人 南宋灭亡以后 那么除了上面印讲所介绍的风亚资人以外 还有许多创作特色先民的作家 其中一大批作家 更是继承了新戏籍的词封 在歌词中 更为直白的表露亡国哀痛 那么我们可以称这些词为心态厚敬 以下介绍几位 第一位是蒋洁 蒋洁自圣域好诸商 那么是今天的江苏疑心人 他是南宋贤存十年 也就是公元1274年 亡国以前的前两年考证进士的 南宋灭亡以后 他就隐居江湖不出来作官 他有诸商词 那么他的词写的清雅秀丽 因解和谐 于浅秦深 那么蒋洁的词封 是介于新西级 这个流派和风雅词人之间的 他的词写的清雅秀丽 就近视于风雅词人 他的词呢 表达的于浅秦深 就近视于新派词人 他有一首玉美人听语 来写送过移民词人的大致的人生经历 非常的简洁营练 这种词说 少年听语歌楼上 同桌公罗站 壮年听语客征中 天江阔云堤 广念叫西风 而经听语声如下 并以心心也 悲光离合 咒如此 一任街前 点滴到天明 那么人生的少年 壮年 老年 这么三个阶段 通过听语这个生活细节 很好地被组合在一起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效果 少年的时候 那是王国以前 那么他出入于歌楼祭院 生活得非常舒适 不知道仇是什么东西 壮年以后 故国的灭完了 此人也沦落为天涯飘零的王国奴 那么直到如今又品尝了人生的无限痛苦 到了老年 心境归于麻木 此人擅长用淡荡的叙说 来诉说深深的悲苦 这首词就是这么表现的 那么讲解最出名的一首词 是一简梅 风过无疆 这首词说 这首词 写旅途漂泊的无限感慨 流露出对家乡的不敬思念 对时光流逝的哀伤叹息 诗人用清丽萧瑟的景象 烘托内心的情感 读起来好像是淡淡的 但品味起来又觉得是深长绵绵的 是无凶无尽的 其中并不仅仅是对家乡的思念 他融入的是对故国的一种哀思 全词喜欢用叠字来读出情感表现 流畅自然 因解邪网 显示出吃人高超的驾驭 这个词体的能力 讲迪的词分 平衣小畅 用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民歌风格的影响 读他的两首词 我们来看看民歌对他的影响 第一首 双天小脚 说 人影穿伤 似水来折花 折折从他折去 知折向 向水迦 严雅 知最迦 折是高折险 说与折花人道 须插向 并边想 那么这首小令 写吃人他爱花 细花的一个小片段 表现出吃人对生活的热爱 吃人他坐在屋子里边 对穿沙 以外面的那个折花人 有无限的想象 这类折花的人 一定是和诗人一样 也是一位爱花 爱生活的人 他折花折过去干什么呢 如果是擦在美人的头发 并边 那么人与花相互映称 那又是怎样的一方 以你的风光 所以 是能嘱咐 折花的人 要折下 眼牙最高之那个 开放的最美丽的鲜花 那么 是能想象 这朵花 如果擦在最美丽的女子的并边 生活中 就充满了美的情趣 对折花一个小片段的浮想联篇 显示出诗人的丰富的想象力与生活热情 诗歌都是用平摆的口语来写的 却令读者回味无穷 这样的诗歌 更多的应该是他王国以前所写的 另外一首《招君愿卖花人》 也有类似的情调 那么诗说 担子 调春小 白白 红红 都好 卖过 向东江 向西江 连爱一声声叫 连礼丫环入报 分报 买梅花 买桃花 讲节是富有生活情趣的诗人 生活中的细微小事 都可以引起他的无限的兴趣 引发他丰富的联想 体验为诗歌的题材 表现为诗情话语的幽梅境界 春天来了 处处挥洒着暢浪的春意 诗人 却以特殊的想象力 认为了小小的档子里边挑的是整个春色 这个档子里边挑的是花 但是呢 花就代表了春天 代表了春色 因为这是卖花的档子 花是春天的标志 是春天的象征 小小的卖花单子 当然是像是挑起了所有的春天的好景色 那么 闺房里的女子要把花买回家 也就是把春天买了回来 买花的红红白白 丫环的买梅花 买桃花的这个问句 都显示了春天的岔子烟口 五彩冰封 买花仍向东向西的窜走 丫环的活泼 又给浪漫的春天 增添了一分分喧闹 这就是蒋洁的词 他的这样一些 受民歌影响的 平白如画的一些表述的方式 就与南宋 这个亚 末年的亚洲作家那种会设呢 有了相当大的距离 而开始呢 与新派次人的创作呢 互相沟通了 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一位作家 第二位作家 文天祥 文天祥是家喻户晓的民主 这个英雄 文天祥呢 在南宋灭亡以后会加起兵 最后呢 兵败被俘 不屈 在这个大都被关了四年以后 不屈 结果被蒙古人杀了 那么他呢 有文天祥呢 他有文山拳戟流动 今天这个文山拳戟里边 有存词的七省 他的词分都是近十星期几的 因为文天祥 与其他的移民次人不一样 其他移民次人 亡国以后呢 不敢说话 是吧 词的表述 来诉说自己的 这种亡国哀痛的时候 都要灰色朦胧 文天祥 更多不怕什么 是吧 他这个举家齐义 兵败以后被俘 他是做了一种死的打算的 所以他更多不怕什么 他的词的表露的爱国情感 就表现得非常的直路 直白 那么这种直接的 书发爱国情感的 这种做法 竟与星期几的 这个流派相近了 比如说 他的满江红 带王夫人座说 词问琵琢瓦 胡沙外 整身风顺 醉不似 摇晃一朵 一根仙雀 王母欢嚷穷艳 吧 仙人泪满 金旁彻 轻行风 放夜 雨淋淋 深深陷 彩云上 香成面 头脱后 拿康说 向南俄 慷慨 密窗迎雪 回首 昭阳 离落日 伤心 同雀 引青月 爽切生 不愿 四天家 金欧却 那么这首诗是模仿 南宋 公公女 王清慧的身份 口气创作的 是替人家写 替这个公女 写她背负北上的 那种处境和心意 从而来传 传达文天祥自己的 这个心意 整首作品都是通过 典故来虚实肃情 那么被驱港 北去的这种 凄惨苦痛 和设计轻浮的 那种悲愤怨恨 就自然的融合在一起 尤其她结尾一句 突破了对一家一性的愚忠 以国家民主利益为重 含蓄的指责 赵宋皇帝后非盟的 悲宫屈膝 忍辱偷生 表现了在巨大的 历史事变的时候 那么对正直 有骨气门人所 形成的一种冲击 那么是这些文人呢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 摆脱了传统思想的牢笼 那么这首词 他写出来原来是 王清慧 就是这个 宫廷的一个宫女 被这个 被原人抓了 向北方去的路途中 写过一首满江湖 她的原词这么说的 看衣服容 魂不适 就是颜色 沉寂的春风雨露 玉露金雀 明多狼赃飞厚礼 蕴炒连连君王彻 呼一声 避古接天来 防滑血 龙湖上风云面 千古后平随缩 对三河百恶 泪淫精选 刻广夜经成图梦 公车小年光三月 用嫦娥 与我 可从容 同圆怯 那么 这个宫女呢 她留恋 近日宫中的 富贵 华美的生活 痛惜 国家的灭亡 那么 也痛惜 自己被迫凌亡 是里边所写的是 北行途中的一种 艰辛困苦 和担惊受怕 同时也表明了自己 应怨 隐居避世 绝不愿意呢 这个绵艳似迪的 这种心志 上片是 以花玉人 贴切工整 下片是 富比之书 欺苦悲切 写出了 亲生经历 公平生活 巨变的 后悔的一种 独特的感受 那么这里边呢 文庭强认为 认为他们写的 过于软弱了 所以呢 他们重新替他写一首 要表现的 并为慷慨 要写出 男人的慷慨的志向 那这种 男人慷慨志向的 一种表达 就与 这个新派次人的 这个作风呢 是相近的 第三位 我们介绍一位呢 文天祥的藏友 邓上 邓上 他自光剑 好中斋 他是 南宋 李宗 锦定三年 也就公元 1262年的 近世 南宋 灭亡以后 他参加了 文天祥的部队 为文天祥所依重 那么他们军队面 兵败以后呢 这个 邓上曾经呢 跳牌自杀 但是呢 被援兵呢 活捉了 和文天祥一起 被押送北上 后来呢 邓上被释放了 他流传到 今天有13首 那么 邓上呢 他呢 跟文天祥是藏友 感情也相似 他是文天祥的 这个下俗 他们俩的作品 经常混淆 俩人俩人 有着共同的作风 他被 蕾江月 一中 言别 有人 是这么说的 水天空阔 恨东风不戒 世皆英雾 诸鸟无花 常造力 忽见 光尘垂壁 同雀称情 今仁秋泪 此恨 贫随穴 堂堂见戏 等由 空刃 其解 哪姓 江海余生 难行忘礼 素天舟齐发 正为 欧盟 刘赘年 细康 汤生 云面 密住 汤营 回旗 整意 千古 冲 广发 放人 无 放人 无媚 情怀 英事 公月 更上 是 文天祥的藏友和幕僚 崖山兵败 投海 殉果 被敬起以后呢 又与文天祥 求庆在一起 压送达都 但在南京的时候 两个人不得不分手 那么 两人之间就有无限的留恋西别 更有沉重的一种亡果哀痛 那么也有对文天祥的仰慕和期待 那么这首词它就是和文天祥离别的时候所写的 所以呢 他在吃力标准就会 安慰这个文天祥 勉励文天祥 以撞他望里行胜 表现了他们的这种 亡强不屈的斗志 这首词 把眼前的景物融为一体 诉说两人的处境和心情 回顾出生入死的经历 南宋移民词中里边有类似表现的 还有一位作家刘成翁 那么这些移民词人 他们的创作向心派靠拢 但不是移民词中的创作主流 而且这些他们的作品呢 在某种程度上呢 也向雅慈靠拢 抒发情感的有时候也 也是很松盈的 比如说刘成人的代表作 柳烧青春感这么说的 说天马蒙章 银花萨泪 春露愁愁 铁里方腔 街头戏骨 不是歌声 哪看独坐青灯 想复过高台月明 碾下风光 山中岁月 海上兴起 此的结尾是一组的排列 含蓄的表达亡国哀思 那么这是环境变迁的因素 带给每一位移民词人的 宋墨移民词呢 这些创作 他又构成了宋词结束时的另一道风景线 那么换句话说 新派词的创作在这一个阶段 又有了一种新的表现 这是我们这一讲里面介绍的第一方面内容 那么这一讲里边 接下来要介绍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将南宋词与北宋词 做一个比较平说 那么我们用这个平说 来作为整个宋词讲座的结束 在这个介绍的南宋北宋词的发展 以后我们可以对这个南宋词 做一个基本的比较和评价 北宋词和南宋词 在词词上从来是 划分为显著不同的两个发展阶段 北宋与南宋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 北宋呢 它是从生略走向大一统 社会曾经是一度的繁荣参盛 这种太平盛世的观念 一直顽固的延续到北宋末年 所以北宋词人 他们生活的非常安逸 生活的非常有朝气 生活的非常有追求 这是北宋 而南宋呢 这时候又统一走向的更连 就反过来了 而且他南宋失踪 苟全在北方强大的军事胁迫之下 一直承受着 一组随时入侵的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 所以南宋词人生活的很窘迫 生活的很英俘 甚至生活的失去了希望 生活在绝望之中 所以南宋北宋词人的创作内容 创作心态 创作风格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 那么比较南宋北宋词的这个相同与不同点 为我们的这个磁死的理清呢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 首先第一点要介绍的是 南北宋词的一种不同特色 南宋词和北宋词的演变发展的轨迹是很明显的 从内容方面来讲 北宋词多风花学乐之影唱 也就是说北宋词多写歌舞酒宴之天 与歌妓与妓女的打羞骂俏 或者说离别相思 那么南宋词呢 多疏离济脉之悲苦 也就是说南宋词多写这个国家灭丸的一种苦痛 这是时代所给予文学创作的影响 这样的一些创作影响 处处可见 一目了然 那么我们换个角度 从歌词内部演变的规律来考察 问题就会变得错终复杂了 就不像刚才这个题材内容那样 不像刚才这个题材内容那样 显得容易分辨 那么就需要一种深入细腻的分析了 首先 北宋词和南宋词的不同 来自于音乐的改变 词它是配合音乐演唱的歌词 这本字也是一种音乐文学 词的许多变化 都与音乐的变化息息相关 那么古代社会 它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的记录方法 没有像今天的这种录音设备 把这个演唱的音乐给记录下来 那么它这个音乐的这个流传怎么流传的呢 是靠师父教徒弟 靠人们学唱 而一支歌被人们听久了 听艳了 没有人唱了 一段时间以后就失传了 那么所以呢 古代这样一通音乐的传授或者教学呢 就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许多优美的曲调 都是依靠歌迹或者是乐功的口耳相传 那么新的歌曲不断涌现 一定会淹没大量的旧曲 许多当年圣级一时的流行音乐 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中 南宋许多的歌词 虽然还可以合约歌唱 但是旧谱凌落 不能一声而歌 好多呢 南宋好多词是已经不能唱了 这个我们在介绍北宋词的时候提到过 苏式的写词就不能唱了 到了南宋的时候 这个趋势就更明显了 尤其是新西级这一派的这个作家 换句话说 宋词本来是拿来歌唱的 但是从苏式以后开始发展呢 就是不能 不是配乐歌唱了 到了南宋的时候呢 这样就成为一股不可逆撞的潮流 到了南宋的时候呢 北宋的许多歌曲也就失传了 宋默词人的张言呢 在他的国乡序里边说到说 宋梅 宋梅交 杭祭也 会与京都见子 把酒 香劳苦 游能歌 周清真 亦难忘 台成路而去 因主语祭其事 实陈 以罗帕 苏资 那么这个呢 就交代了这么一件事情 说有一个妓女叫宋梅交 原来是杭州的妓女 后来呢 她中年到了这个北方青都以后呢 再一次碰见了宋梅交 那么这个宋梅交呢 她还会唱周光燕 亦难忘 台成路 这两首歌曲 那么所以她特别为她写了这首词 那么这段记载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能唱周光燕词的歌女的不多了 是凤毛麟角的 诗歌 总是先从歌中借来诗当的节奏 并直接继承她的抒情性格 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 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最后变得不歌而诵的徒诗 这是张国枫先生对诗和歌的一种归纳概括 那么北宋诗人 多数呢 是因九宴之间歌而舞女的要求 当场添词演唱 所以北宋人做词呢 随意性很大 是随意性的应酬 是业余的欲乐消遣 是逢产作戏 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 是没有遮掩的性情的流露 南宋词作呢 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 走上了一种独立发展的道路 逐渐成为文文案头的雅字文学 另一方面 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 也迫使歌词创作 不得不走出象牙字塔 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 南宋词作 很多时候是文人莫可之间的一种 互相惆怅或接涉应酬的结果 当然有时候它还是抗脏的号角 是服务与现实的工具 南宋词人作词 是高雅的艺术活动 是精心的组织安排 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 所以戒成哉论词杂助 这是清朝周记的一本著作 他在这里面这么总结说 北宋有无为之词以英歌 南宋有无为之词以英色 北宋有说是英歌者的要求 英歌女的要求而写 南宋呢 他的词词的创作呢 有时候因结成磁色 因磁色的要求而写 创作的这个 环境 方式 内容 都发生了改变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和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 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 北宋词人他呢 都是率情之作 往往是就眼前的景色 书写内心的感情 自然而发 生动感人 南宋词人呢 这费心构思 巧妙安排 那么写得非常精彩 非常丰富 蒙简眼 三无法俱法呢 可圈可点 尽扯动人 所以曾经又有一段 总结说 他说 北宋主越瞻 故情景荡取 当前 五穷高极生之趣 南宋者文人弄彼 彼此真名 故变化亦多 取财亦付 然 南宋有蒙镜 有蒙镜故 誓生而装浅 北宋无蒙镜 无蒙镜故 誓一而思难 周记这段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呢 北宋词呢 他是写过来 是拿去歌唱的 当场呢 写来当场歌唱的 所以呢 他经常是 就眼前的景色来写 没有什么太高深的 这个内容 南宋词人呢 他们呢 喜欢了彼此呢 互相呢 比赛自己的创作技能 那么在那里呢 符符构思 作品的结构啊 粘法 内容啊 就变化了更多了 那么 所以南宋的词呢 他是有路径可以寻找的 有路径可以寻找的 南宋词人看起来 写得很深 事实上呢 反而变浅 就说呢 有作作了 那么北宋词呢 是没有路径可以寻找的 看起来呢 是很容易的 事实上呢 却是很难的 因为这是表现人的 真性情的 所以呢 他又说 北宋词 多旧景续情 故朱元玉润 四朝玲楼 自驾轩百死 一遍而为祭祀续情 誓生者反潜 取者反子 那么 周济的评价 显然呢 他是推崇北宋词 那个 有点不喜欢南宋作品的 事实上呢 南宋 北宋 两者是各有千秋的 北宋词是既见性情 容易引起读者的普遍共鸣 南宋词是巧见安排 值得读者的反复 咀嚼回味 那么这样一种创作的途径的 根本的改变 那么是从北宋 末年周邦宴开始的 我们在介绍周邦宴和大圣词 的时候曾经提到他们的这种 雅词的这种巨大的创作的改变 那么我们在大圣词的创作中 可以广泛的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 这点叶家应先生 他有非常精确 简念的这个归纳 他说 北宋 刘勇书 这些词仍呢 都是以自然之间的感发 他这力量为作品中 是主要之数 周邦宴 新增词的出现 特别是一些他的长调漫词 这是词之写作 在本质上有了一种转变 那就是一种以诗所安排 为写作之推动力的新的之数的出现 岳家有新闻这个观点 我们在 这个 评价周邦宴和大圣词仍词作的时候 曾经有过详细的状展开 青草成庭佐 白鱼在此画卷伤 也同样是从这个角度来 讨论此的发展与胜衰的 说 北宋 去温围未远 此见古艺 自然宋 这变态极也 变态极 这能是一臂 遂令后制维持者 不得不刻意求其 一致美化玉下 该有有也 亦有狮子肚灵 后来无能违进 而天地之傲 发泄寂静 古艺以从此见威也 白鱼斋词画这段评说 显然也是推崇北宋 来贬低南宋的 他说北宋的词呢 李温平云伪装呢 还没远 所以他们的词呢 就显得有古艺高雅 所以南宋的词呢 是呢 尽量的在那里向方设法呢 就是创作手法上 创新出奇 因为专门在手法上 想创新出奇呢 所以会变成了 美矿欲下 反而呢 作品呢 写得越来越不行 其实他这里说的古艺 就是一种帅情耳作 是一种自然感发 这是这个南北宋词的 这个不同的第二方面 优优独播剧场上